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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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聽眾姐妹們 今天是農曆年過後的第一次第三堂主日 讓我們再一次用現代的詩歌 來敬拜讚美這位獨一的真神 因為這位神是值得我們敬拜讚美的 這位神是值得我們這樣歡呼讚美的 這位神的恩典如此的浩大 那我們用這一首歌來讚美我們心裡的喜悅 一起來歡呼讚美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祂已戰勝是我全世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宣告祂已全然的神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祂的能力覆蓋全地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宣告神的國度降臨 歡呼喧告全能主張權 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歡呼喧告全能主張權 歡呼喧告神國度降臨 來歡呼喧告神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來歡呼喧告神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宣告神的國度降臨 來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來歡呼喧告全能主張權 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歡呼喧告全能主張權 來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來歡呼喧告全能主張權 來歡呼喧告神國度降臨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來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來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給失程 來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來歡呼讚美主耶穌 來歡呼喧告神的國度降臨 来欢呼赞美主耶稣 祂已产生世王全世 来欢呼赞美主耶稣 宣告祂已全然得胜 来欢呼赞美主耶稣 祂的能力覆盖全体 来欢呼赞美主耶稣 宣告神帝国度降临 这位神就是这样值得我们这样敬佩 值得我们这样赞美的 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今天观众传道要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让我们来真实的回到神面前 让我们来真实的知道 我们是为了接受主爱而被拣选的人 我们一起来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在你的生命中 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生命中 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在你的生命中 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创世之前 在这个世界上 拼着你宝贵的存在 这是带给我们 几大无比的喜乐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我感谢你 因我从来不曾知道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何等的宝贵 从海处置到路 尽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是何等神切爱我的灵魂 弟兄姐妹们 你是否真实地预备好 成为福音朋友的伙伴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们去找 在教会找一位 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的 或很少跟他讲过话的 我们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 我们彼此在找好吗 我们现在请移动自己的脚步 移动自己的脚步 我们找一两个 从来没有讲过话的 彼此带导 我们不用问他们 要带导什么事情 不用问 只要知道他们 是为了接受阻碍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们两三个人一组 我们彼此带导 我们彼此带导 我们可以两三个人聚在一起 为彼此带导 不用特别问 为了什么祷告 只要知道 他是神拣选的孩子 我们必须带导 我们再次用这首歌击败他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现在仍然接受那佛神的慈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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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 不论你是好目人 不论你是灵舍 不论你是需要被帮忙的人 我们都知道只靠着自己 只靠着人的力量 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会遇到困难 让我们能够真实地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真实地紧紧地抓着他 让我们要知道如何他能够跟神同在 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 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用这首歌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 你不要惊慌 更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 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 你不要惧怕 更不要惧怕 更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保护你 全能的上帝保护你 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 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 全能的上帝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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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亲自向祂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啊 祢是我们的磐石 祢是我们的山寨 祢是我们的盼望 祢也是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真实地抓着祢 让我们能够真实地与祢同在 让我们能够真实地知道 我们要如何与祢同在 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 都不要惧怕 我们祷告奉主的说明所求 我们再一次来 整合的环境都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祂必保护你 你不要惊慌 更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保护你 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 全能上帝祂必看顾你 人生的尽头海浪领导的时侯 全能上帝祂必保护你 主祢是我的盼望 主祢是我的山寨 主祢是我的盼望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我的耶和华 我的力量 主祢是我的盼世 主祢是我的山寨 主祢是我的山寨 我的力量 我的耶和华 我的力量 我的耶和华 天哪阿爸父啊 我们持续的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实的回到你的面前 恳求你真的与我们连结 纵然我们遇到人生的惊涛骇浪 纵然我们遇到批发软弱无助的时候 你都真实的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不仅帮助自己 也帮助我们的灵舍 帮助他真正需要 你的恩典亲自关怀的人 让我们成为那个终界点 我们今天要祷告 奉告实惠说明所求 阿们 我们把时间交给实惠 带我们之后信仰告白 全人站立 一起用使徒信经 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运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背定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人的父 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的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请坐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新朋友 在我们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 而没有列表 那不然我们跟我们左右邻居打个招呼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陈锦惠直视 他要为我们做见证的分享 大家好 当我被邀请说今天要在这里分享 有关于生命教育团队在圣诞音乐剧方面的服饰的见证的时候 那我答应了之后 我回到家里想了非常久 觉得还蛮困难去讲的 有很多复杂的心思在困扰着我 让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说 虽然我在国小生命教育有七年多的服饰 那我也觉得说自己有这一些的恩赐在这方面 其实我也是会常想着 这是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吗 或是只是一个我能展现我自己的一个事工 那七年前我因为被选上了直视 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开始投入教会的国小生命教育的事工 那原本以为因着我教儿童化多年的经验 我想在这个事工的内容上 我应该是不陌生 当我开始服饰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陌生的事 这是一个团队的生活 一群同工要一起到教会附近的小学 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然后再回到教会一起备课 一起分享 这让我原本喜欢独来独往的个性 刚开始真的有一些不习惯 跟同工相处下来 也发现每一位同工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就像这次我们演的圣诞剧 超级好朋友 伙伴们在一起 同工 有时候很快乐 可是有时候也会有意见不合 起争执的时候 贝利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和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在与伙伴相处下来 这句话真的让我感受到 要做到是多么的难 最近三年 生命教育团队 开始有圣诞音乐剧的服饰 这个事工呢 让我们的同工 更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从九月的开始培训到十二月的演出 在这四个月当中 有很多的行程 我们必须是要一起行动 例如我们要一起排练 一起定装 讨论接洽的场次 还要一起去看场地 一起彩排 到最后要一起做很多场的演出 除了台上的演员 还有幕后默默协助的同工 许多的搭配 都需要去协调 许多的计划 也赶不上变化 在这当中 难免有一些压力 但是我深信 在这些压力中 神在整个过程中 有他美好的计划 跟带领 那也谢谢神的保守 圣诞音乐剧落幕了 生命教育进入国小 说故事的事工 仍然继续地在进行着 听故事的班级 一样都是两个年级 再加上一个幼稚园 可是志工会有变化 每学期有时候 志工的人数会足够 那有时候又会缺乏 明天就是新学期的开始 而我们说故事的同工 还缺一位 但也是很感谢神 过去当我们缺同工的时候 神总是会预备 那个刚好的给我们 我在这边想说要邀请 愿意说故事给小朋友听的兄姐 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 欢迎你一起加入生命教育的侍奉 在每周四的早晨 进入国小 就是我们附近的社区的新生国小 那透过分享绘本的故事 建立孩子优质的生命信念 若你愿意的话 可以跟我联络 或是跟办公室的林宇全干事联络 谢谢建会的见证 我们听到他的见证就知道 每个在教会服事的人 如果你参加过任何活动的规划 你就会知道 都有许许多多的阻拦 还有许多需要协调的 可是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来参加的话 我觉得圣灵就会动工 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看 别人比我们自己还棒 那我想到他七年之久 都在做生命教育 我们数算一下七年 我就想一想 我们对日看仗十八年 然后我们七年就是 从高一一直念到大学毕业 七年很久 要能够持续愿意为主做这个工 是值得我们敬佩跟学习 现在我们一起来为他 这个事工一起 大家来祷告 主耶稣你告诉我们 不要阻止孩子到你面前来 因为能进天国的 正如这般纯洁的孩子 孩子没有来 我们就过去 仅会此事所做的生命教育 正是主动靠近孩子 我们也知道 国小教育 是所有人生命基础教育 最重要的一环 他在生命教育里面 虽不能直接传讲主的福音 却能够在绘本故事中 对孩子小小的心灵 有大大的启发 我们知道这事工 需要一大早进入校园 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慈爱的主 七年前你感动了 李经济牧师 他带领了教会 许多职事 景会秀会等 志工 努力不懈 七年未停 求主祝福 他们所做的功 感谢神 你让景会指示 在这七年中 懂得学习信靠主 并同工们 越做越甘甜 何用的器皿 不是一日集成 彼此帮补 彼此调节 他已经学会了 赞美神 恳求神也感动 更多的会友 借着今天的见证分享 更多的人愿意投入 这神圣的 优质的事工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现在我来 消息报告 第一点就是会员和会 下个礼拜天 我们只有一堂礼拜 二月十九号 因为会员和会 事关整个教会 一年只有一次 非常重要 如果参加的人 人数不够 就没办法 举开这个会员和会 所以请各位 如果不能来 一定要请假 因为请假就可以扣除这个 所谓的分母 那个分母 所以请大家记住 告诉你的左离右舍 告诉你的团契器友 一定要明天 下个礼拜天 一定要准时参加 今天就有分那个和会 手册 在一楼 如果没有拿的人 上会记得 记得去拿取 第二点 教会七十周年 相关的活动 史料文物展 从现在开始 每天 不 主日 到三月五号 十点到下午两点 在七楼03 影音回顾在七楼06 约半小时 如果周间有人要参观 一定要像 要特别像办公室的那样 预约的时段是 礼拜二到礼拜五 还有插花展 三月五号 在一楼的大厅 我们插花老师 李玉华老师 是全省有名的 他是老师中的老师 那个台湾话说 苏咒 他是很棒的老师 所以大家不但可以来参观 有空也可以跟他学 画我教会儿童画展 在三月十九号 地点在V2 还有一个三月二十六号 下午两点 有个赞美音乐会 第三点 乐活183春季班 招生了 只要你是五十岁以上的 欢迎都可以来参加 现在社区 社区的人都已经爆名 爆满了 因为我们只有四十名 二十名是给社区的人 二十名是给自己教会的会友 那我们教会会友 欢迎五十岁以上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有空的话 都可以来参加 第四点 复活节洗礼班开始报名 四月二十三号 预备要受洗的人 要转集的 请预备心 向办公室来报名 脚交建政稿 我们学道班是每个礼拜六 有三月十一号 三月十八号 三月二十五号 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在六楼 林山教室 要脚交建政稿 小慧问道 习礼跟圣餐 四月二十三号 请有 有心要受洗的 预备心 今天我们蔡维伦牧师 前往南园教会 主理他们的会员和会 愿主保守他 一切所心的 其他的消息 请大家自己过目 现在我们一起低头 来祷告 圣灾圣灾圣灾 全人的主上帝 天上地下都充满了 你的荣耀 荣耀归于你 至高的主 今天我们聚集在 以你的名设立的教会 我们要欢心崇拜你 我们要喜乐赞美你 和平教会 沉蒙上帝大大鸿福 七十年的岁月已过 数算恩典数不尽 只可说是 其意恩典呀 我们不是只有 做个感恩礼拜就够了 我们要深思 我们要怎么走 我们要怎么做 才合乎神的旨意 恳求上帝 持续保守教务团队 长老 职士 众会友 都能同心合一 下周日 我们要举行会员和会 主啊 你是真理的源头 你的圣灵 探照我们的内心 启迪我们的思想 帮助我们懂得求你的国 你的义 让我们更懂得爱你多一点 教我们更渴望亲近你 更懂得卸下重担 交托于你 一切圣工 都能够合乎你的旨意 人人都能够做 良善的管家 我们的肢体 有许多兄姐 在这春节期间 住院 开刀 或化疗 或医治 慧娟姐的母亲 慧月姐的丈夫 正吉兄的侄子 月娟前弟兄 房妇元弟兄 秦玉姐的父亲 吴明山姐 王美玲姐 还有许多 未提名的 主啊 求你医治的灵 透过医生 护理 治疗 减轻他们身体的苦痛 安慰他们在病床的心灵 扶持他们 走过人生的幽谷 他们的家属 他们照顾的人 求神怜悯 他们紧张忧虑 劳累的心 求主四下 出入医院 安稳的脚步 我们另有两位兄姐 安息主怀 昨日已经举行告别式 罪事礼拜 求主亲自 安慰乙主 跟亲人 我们也要为 南原教会 是我们和平教会的孩子 我们渴望他 茁壮 他们要在礼拜三 设立祷告会 礼拜四 增加主日礼拜 传福音小组 等等的一切场地的调整 侍奉更新 求主带领 挪去一切 南主 帮助他 自荐茁壮 我们的伙伴教会 深坑教会 将往外迁移 求主示福 找到合适的地点 与足够的财力 盼望他能够成为 深坑地区的祝福 台湾是一个宝岛 普摩沙 但是政治纷扰 致使民心不安 物价涨 薪水不涨 年轻人过得很辛苦 很忧闷 愿上帝试智慧与能力 给我们的执政团队 给我们的总统 为台湾的未来 做出正确的方向的改革 让人民能够怀抱 希望 过生活 主啊 现在求你 高摩陈光圣传道 他今天要传讲 好的撒玛利亚人 好的灵舍 这样的信息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谦卑顺服 面对你 内心充满人爱 喜乐与和平 帮助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 用感恩的心 吟唱奉献诗歌 代表我们全人全心的奉献 祝福也成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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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祈祷 慧众请坐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神丰富的恩事 我们的奉献箱是在三楼跟一楼 如果你注意看我们的奉献报告 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主日的奉献的确减少很多 所以请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奉献 奉献是一种非常敬虔谦卑对待主 如果你相信你的一切都是神所示的 你真的就愿意奉献 现在我要攻读圣经 记载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 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什么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你灵舍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拨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瓷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两千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 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圣经告诉我们 凡 遵照他的话 去行的人 必蒙福 现在我们要 请我们的 陈观圣传道 他要传讲的信息是 在世界里活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丰富的恩典 再次让我们有机会到你殿堂来敬拜你 求你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 听的说的都真实明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兄姐平安 昨天是元宵节 不知道多少人吃了元宵 每次冬至于元宵 汤圆于元宵 总是让人分不清楚 吃的是什么 听说是做法不太一样 总之吃到肚子里面 可以确定 热量都是很高的 还有过了元宵 旧历年也算是过完了 新的一年算是正式展开 明天有许多学校开学 大家都要动起来 新的一年 我们从新历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谈 教会未来的蓝图目标 今天要与各位分享的是 关于福音朋友的部分 首先 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间公司 有一个工程师 他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消息 公司的客户 因为自己的问题 造成了原来运作中的系统 当机 客户十分紧张 马上打电话 他要这个工程师立即到现场协助 工程师呢 手上正在执行其他的专案 一来实在分身乏数 二来这客户的态度又非常的不友善 实在觉得很不爽 所以呢 他就马上拿起电话 联练了部门经理 不过经理正在跟老板开会 经理就说 没办法 我没时间处理 你自己想办法 所以呢 没有办法帮助他 这个工程师呢 就想 啊 经理没办法 好 找专案经理 专案经理是负责专案的嘛 应该对这个东西比较清楚 他就打电话给专案经理 专案经理呢 跟他说 哎呀 我也很忙啊 我现在正在忙其他的专案 这个事情呢 你就跟客户好好的解释一下 看看能不能解释得清楚 那就是先这样子 所以呢 专案经理也没有办法回答他 回应他 让他非常的紧张 这下子已经不是个人的 kimoji的问题 而是不好好的交代 这客户这边说不过去 当他非常紧张的时候 另外一个部门的工程师 打电话过来跟他说 愿意帮忙处理这件事情 才使得这个工程师的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来 这两个部门 虽然常常因为 为了完成专案 对公司资源的分配 有非常多的争执或者是冲突 但是当这一通资源的电话 一打进来 这个工程师还是感激万分的 事实上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不管我们 相我们所在的那个处境 是不是不一样 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吧 就是当你真正需要 要有人来帮助你或伸出援手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伸出援手的人 与我们并不亲密 甚至有时候他跟我们还有一些不愉快 但是当我们一起在面临 这个我们所面对的难处的时候 彼此好像是站在同一阵线一样 有一种特别的亲密感 不在于本来是不是关系疏离 或者是不友善 而在于我们一起去面对那真正的需要的时候 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今天的经文 记录了一个律法师与耶稣的谈话 经文中谈到试探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叫做探探耶稣的能力 所以他故意提出一个思想上的论述 来与耶稣做讨论 其中他这样的探探的意思 有可能是包含对耶稣学习背景的一个挑战 当然更包含的是一种对耶稣时常公开讲论的一个身份 做一个确认 看你到底够不够格站那个位置 其中我们很清楚地发现 这样子的关系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圣经学者 来跟一个圣经的教师 或者是传道者来做一个挑战 一开始两方的论述 当然就在圣经的基本定义上面有一个釐清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师一开始很像自问自答 因为当他把问题丢出来 耶稣就把他抛回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一部分是很基本的一个道理 就大家普遍都可以认同跟理解的 律法师循着这样的内容 问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那就是怎么样来定义这里文字中所表达的意义 这律法师就问了 谁是我的灵社 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思考 一开始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谁是我的邻居 就住旁边那个吗 但是当然不是 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对圣经定义做出澄清的时候 我们就能明白 律法师想问的问题是 用全部的爱来爱上帝 这个我们都没有意义 但是爱灵社是什么 我们把律法师的问题从头再来看一次 律法师想表达的是 怎么样爱灵社才是进入永生的道路呢 我想行动本身不是问题 对象才是问题的核心 因为你只有确认付出的对象 你才会知道要怎么做 面对这个对象的讨论 我想这绝对不只是这个时刻而已 他们有可能是他们学术界 很容易常常思考讨论的问题 我们很快地可以从这一段经文 最后的结论看见 怜悯人的成为受害者的灵社 换个方式来理解是 受害者是怜悯人的灵社 因为这个怜悯的行动一发生 生命就产生了关联 彼此就成为灵社 不过耶稣好像也不是 马上就说出这个答案 他用了一个比喻 里面除了祭司与立位人 更重要的是伸出元首的人 被设定为是一个撒玛利亚 大家如果记得 一个在井边与耶稣谈到的 撒玛利亚妇人 就知道撒玛利亚人 与以色列人向来不合 这个不合的原因 历史要从所罗门的后代 罗伯安讲起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要复习圣经的这段历史 不过我们大概简单的说 当以色列人分为南北国之后 北国以色列的所在地 就是撒玛利亚 而带领以色列建立北国系统的 耶罗伯安 他为了担心众人因为信仰的原因 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 所以他就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建立新的信仰中心 跟大家说你们在这里敬拜上帝就可以了 最后在北国被灭 亚述帝国迁移了一群 一帮外族与这些还留在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之后 就会产生了一群人 这一群人他们的鞋头不纯 然后他们的信仰跟原来的北国犹太人这些人的信仰 也有很大的出入 简单的说可以理解这对以色列人来说 那已经是完全的另外一群人了 可是对这群人而言他们还是觉得他们是信奉上帝的 是上帝的后裔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鞋头不正信仰不纯 与以色列人当然会长期的不和 因为以色列人不承认他们的犹太人血统 更因为长期这个信仰传统的一种分裂 两边针断一直不停 这种张力非常强的情况之下 成为耶稣故事的主角 律法师当然听得出来耶稣的弦外之音 不过在耶稣抛出问题说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律法师他也不得不说是怜悯他的 什么是灵舍关系 那正是怜悯人与被怜悯人的关系 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 因为耶稣要趁这个机会 重新挑战以色列人自认为选民的迷思 也挑战了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识这样的思维 不过请不要误会 耶稣当然不是说亲近我们的人 不是我们的灵舍 只是耶稣要挑战的是 纵使那看起来与我们为敌的人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灵舍 耶稣在故事中提到了祭司与立位人 所以常常有许多人想着这两种身份 是不是耶稣有要特别提醒或挑战的意义 不过如果我们这样想很容易陷入了 只要我不是祭司或立位人就没事了的错觉 事实上我们反而可以简单地看成 纵使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依靠的 有能力的人是我们的灵舍 不过真正的灵舍其实是在生活处境中 与我们有关联的那个人 不在于他的能力或他的立场 乃在于他与我 我与他是否因为生命际遇相关联 而产生那个关系 许多基督徒都常常在想 哎呀这世界上很邪恶啊 希望上帝赶快来灭了这个世界 我想如果你是这样想的基督徒 那么你真的很难看见 这个世界上谁是你的灵舍 事实上正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是活生生地活着 我们也会看见 我们必会跟别人产生关联 而这个每一个我们跟他产生关联的人 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灵舍 不知道兄姐妹我发现 这里所谓的灵舍 很清楚的不会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或者说不一定是我们的兄姐妹 他不一定认识上帝 更甚者他的信仰与文化 都跟我们不一样 接着我们就试试来看看 灵舍这个概念 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来理解 会更清楚呢 我想以福音朋友这样的概念来理解 会去最妥当的 以下我把它分成了相近的 跟比较远的两群人 我们来看看 这些人是不是就在我们的生命或生活旁边 比较相近的人 我想第一种大家很容易理解 那就是在我们旁边那些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好朋友 因为是我们的好朋友 自然与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关联 我们也会非常期待 如果有一天他能够认识基督 认识上帝 经历他生命的美好 不知道有多好 第二种人是在我们工作 或者是生活领域一起做事情的人 甚至有可能是在社区里面互动的人 这时候这些人常常在我们的生活旁边 很容易就让你看到了 有时候你可能可以跟他聊了几句话 圣诞节或者是教会有一些特别活动的时候 你就会很容易想到他们 因为你自己在经历上帝丰富恩典的时候 你也会期待说 这些在我们生命中旁边出现的人 他们有机会经历我们所经历的 第三种人是我们的亲人 比如传道的妈妈 传道娘的妈妈 也就是我太太的妈妈 我跟传道人就采奉 我们常常花很长的时间来为妈妈祷告 希望她能够认识上帝 我们祷告了十几年 她从一开始我们要分享这个信仰 她说不要跟我讲我们是两国的 两个世界两个国家 所以不要跟我谈这些 到现在我们邀请她一起祷告 她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 其实我知道她能够认识上帝 相信上帝 那真的有上帝的时间 路可能还长 但是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亲人 常常是我们非常挂念的一群人 我们真心地期待这些至亲 能够跟我们一起经历在上帝乐园的美好 第四种人 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想在座比较多年轻人 可能你说没有孩子 那么这个想法和观念 你可以先放着 也是我们的下一代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有了这个信仰 却无法期待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因为我们的生命 经历而真实地认识上帝 我们自己不论是喜乐困恶的时候 深深地看见上帝的同在 我们却无法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有同样深刻的感受 他们或许会知道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与其他神明不一样 不过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 生命中有我们的陪伴就够了 上帝到底要拿来干嘛的 我们一路走来 不管是择偶 工作 生活 与经历种种生命的境遇 我们常常会发现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而感恩 我们必然会期待 这样的恩典不只是给我们 也能够祝福我们的孩子 第五种 这些人正是我们真的觉得 超级困难 非常难的一种人 他让我们生命中可能 承受许多的痛苦 有些人可能只是单纯的观点不同 可是就观点不同 也有可能吵得不可开交 有些人他甚至是伤害我们权益的人 更甚者 有些人是逼迫我们的人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四十四节 耶稣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别看耶稣比喻用了撒玛利亚人 这个撒玛利亚人与以色列人的嫌隙 严重到彼此杀害 那是非常严重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愿意为他祷告 祈求上帝保护他吗 你还希望他能够认识上帝吗 这种人 你真的会把他当作灵舍吗 愿意他得到生命的好处 真实地认识上帝吗 想想看 在公司里面跟你有竞争关系的 甚至屡次陷害你的 在学校里面 让你非常不爽的某一个同学 这种人 你还会为他祷告 祈求他真实认识上帝吗 第二部分我们要谈的是 教员 离我们好像看起来比较远 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实际上 我们生活的一举一动 都实时彼此影响了一群人 第一个是偏乡需要之处的人 在台湾各地有许多资源 分配不平均的问题 有些地方资源多到用不完 比如说我们在台北 我们知道台北会为了那些 可能家庭经济状况 比较没有那么好 发放早餐券 早餐券这种东西 本来是利益良善 可是我们会发现 到后来已经到了 多到很多人说 我有一堆早餐券 我不知道怎么用 随便了 的那种浪费的情况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 因为在边乡有许多人 为了要争取这些孩子 有早餐吃 可能有一群人 努力地去想办法 可是却在经费上面 屡屡屡碰壁 或者我们看到这个社会 因为精神压力越来越高 家庭问题越来越多 造成高关怀的孩子 越来越多 或者学校或社会中 有人受到霸凌 歧视的问题 层出不穷 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说 哎呀我们生活都忙不过来了 怎么还有时间 管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当这些人的问题 我们不愿意一起来面对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损害 而影响到我们 我想消极的想法是 我们因为害怕受到损害 所以必须面对 但积极的事实是 我们因为经历了上帝的爱 而真实的愿意 众人都得到上帝的祝福 所以我们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眼光 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不过不论如何 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 这群人是我们的灵社 我们的福音朋友 第二部分宣教 教会去年因为与金兵协会的合作 出了好几梯次的国外短宣队 让许多人看见 除了这片土地之外 正有许多缺乏的人 这就很像是150多年前 国外的宣教士来到台湾 看见台湾的需要一样 没有这些宣教士的付出 没有今天我们的信仰 而他们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爱与恩典的丰富 愿意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灵社 带祝福到我们当中 今天我们有一点能力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将祝福 带往那些福音很难进入的人群当中呢 第三部分许多人难以理解 却总是影响我们生活的部分 这称为结构性的工艺 也就是说 在一个社会的系统当中出现的问题 使得有些人的好处 是建立在其他人的牺牲上面 大家最常听到的例子是说 当你喝了一杯咖啡 这杯咖啡的咖啡豆 是从压榨非洲同工的手里所采收的咖啡豆 你在喝的同时也成了压迫者 我想逻辑绝对不会是那么简单 这个议题也不会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完 但是当你大概知道有这样的议题 跟这样的关联性的时候 是不是你有可能想得更深入一点 而有更多不同的作为呢 我想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每一件事情所影响的 不只是你在做的当下 它可能会影响到非常非常 整个遥远离你好像很远很远 有关系的人 事实上当我们越思考越思考 我们就会认真的去看见 每一个因为我们一举一动而受影响的人 他是我们的灵社 我们的福音朋友 我相信除了我刚刚分享的这些 各位兄姐你一定想到了更多更多 甚至有一些我不只是没有想到 我可能连经历都没有经历过的族群 但是不管怎么样 经由什么样的途径去接触 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我们与他们的生活关联 我们就是灵社 而他们就是我们的福音朋友 主耶稣要我们传福音到地极 不正是让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见这个世界 所有各地的需要吗 或许说福音朋友就得要谈谈传福音这件事 许多人说我不像某某某那样能言善道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话 传福音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这样想 那真的是对传福音的一种误解 耶稣比喻中的好撒玛利亚人 他并不是跟这个受难人 确认的信仰价值才帮助他的 他不是先过来说 到底上帝在耶路撒冷还在撒玛利亚 登撒玛利亚 好没有问题来帮助你 不是他是直接的就去帮助他 你会发现行动本身 就是福音传扬最真实 也最直接的实践 以下我们就来简单地谈谈 传福音的几种态度 我们分几种面向来谈 首先我们先用性格的部分来谈谈吧 有些人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 我曾听有一个传道人 他说有一次他上一个计程车 看见计程车前面挂了好几个 大尊小孙的佛像 整个计程车的台面也放了很多 他觉得那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庙堂了 他上去之后祷告完之后 他就很认真的问司机一句话说 你很没有平安 他才问完司机就哭了 然后他就很顺利地邀请司机 做绝制祷告传福音给他听 这样的人对于开口传讲耶稣 一点都不会觉得害羞 你看很多人走在路上 看见人就传 虽然这些人有时候会造成某些人的压力 走路还要特别绕过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这些人他们真实地 很用心地 很积极地愿意传福音 让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 有机会接触到耶稣 真的十分勇敢 不过有些人态度是比较谦和的 一般来说 他比较不会主动跟人家谈耶稣 但是他会看到他生命帮中 有许多有需要的人 在生命有软弱的时候 会主动邀请 或是为他祷告 或是用心地去协助 帮助让人们接受到他的关心 会觉得好温暖 这些人 他们旁边这些人 不会害怕硬要被拉进信仰团体 但是又会对这些 看起来有基督芬芳的人 心里充满感佩 当然最后有一种更内向更内向的人 这种人非常非常不容易 跟人家谈信仰 你要他做见证或分享 他都会觉得 哎呀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基督徒 这样的人很特别 他自己在生命生活当中 做事非常的尽心竭力 而且不管遇到了多辛苦的事情 你常常可以看到的是非常喜乐的 让人们总是觉得 哎呀看到这样子的人 觉得说如果我能够跟他一样 不知道有多好 他是用生命来传福音的 虽然他的性格比较内向 不过因为真实的活出 基督生命的样式 那样的香气 总能吸引人们到上帝的面前 或许他们不善于传讲 但是用生命传扬的福音 依然是如此的美好 所以不管是积极的或是内向 不同性格的人 总能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带出美好的果效 接着第二部分 我们在谈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想想在传福音 或者是跟人家谈论福音的一些方向 人生在世常常面对的就是活着的意义 许多人心里没有上帝 或者是心中不认识上帝 无法明白自己的价值 总以为有钱能活着 是人生的一切 不过心里从隐隐畏畏 会有一种不甘愿 一种想寻求生命的意义 寻求意义的那种念头跑出来 让自己不只是活着 还希望能够活得精彩一点 神学家多玛斯艾库纳 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 上帝是那终极的大光 而人们的心中都被放进了一种 追求光的欲望 在不认识上帝 不认识这个大光的时候 总会去追寻小光 而这些小光的背后 终将引领人们进到大光里面 谈福音的时候 许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谈生命 谈生活 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谈起了基督 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基督便活不下去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一群基督徒 我们在办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在布道会开始之前 我们有一个祷告跟分享的时间 当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能没有基督 因为没有了基督 我们会不知道如何活 如何做事 没有基督 我们甚至觉得连呼吸都是多余的 可能你会觉得说 这太高尚了 可是当你真的发现 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核心 你的形式为人 在于这个信仰对你的带领 你的生命价值意义目标 都跟上帝的爱 跟上帝的创造 跟上帝的带领分不开来 你会发现不谈基督 你不知道要谈什么 刚刚我们在谈性格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不同方式传扬的福音 但是当我们与人谈起福音的内容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可以谈基督 谈生命 谈生活 而这些都能真实地让福音 进入灵社的生命当中 成为他的祝福 最后是一个关于传福音的方式 其实这一部分我不用多做分享 因为各位兄姐的经验必然比我丰富 各位兄姐在传福音的工作上 常常总是愿意摆上自己 不论是直接与人谈福音 或者是经由各种活动 来让人们经历基督信仰的美好 甚至只是生命活出基督的芬芳 这都是一个好方法 总之只要愿意 让人透过自己的生命 看见基督 福音就传开了 不是吗 有时候我们会听 有些人说 哎呀我太年轻了 我说话没有人愿意听 我可能不适合传福音 有些人会说 哎呀我老了 跟这个世代有代沟 我可能不适合传福音 又或者有些人说 哎呀我太忙了 哎呀我这个啄口笨舌的 我想那常常过去是因为 我们以为传福音是要用语言 事实上传福音不论性格年龄方法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我们只要用我们可以的方法 福音总能传开的 以前有人曾经因为包油条的纸 上面的经文而认识上帝 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难理解 但是老一辈的人常常都会看见 因为以前发圣经嘛 圣经的那个纸拿来包油条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一次一张还不会散掉 我们叫做福音油条 好那基本上呢 也有人是因为走过教会旁边 听到那个诗歌很感动 而认识上帝的 有些人呢是走在路上 有人传福音给他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一个面包 有些人是因为别人给他生命中的一句话 福音就传开了 而福音传开不一定是你准备了好一个 完全的道理 随时知道怎么跟别人讲 许多时候福音被传开 需要的是一个活出基督香气的生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祷告 许多时候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能做什么 你也什么都不能做 那么你要知道祷告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每天愿意摆上 为我们心中挂虑的福音朋友祷告 我相信上帝圣灵的工作 必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好 另外每年圣诞节 我都会发起一个小小的活动 邀请兄姐把自己想邀请的福音朋友写下来 每天为她祷告 希望她在圣诞节的时候 可以一起跟我们来参与这欢庆的节日 这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机会 更因为我们在一起欢庆这美好日子的同时 我们让人可以看见我们生命所散发的美好 我想刚刚我们有听到 秀音姐在报告的时候 我们有和平183乐活关怀站 这个目前的一个推广 我们社区的名额很快就爆满了 现在留下20个是希望在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邀请我们自己的福音朋友来参加 我真实的建议各位好好地使用这个机会 那个是真实地让人们经历福音的好时机 结束前再让我讲一个故事 二三十年前的教会界 人们在分享说 哎呀信仰有多么美好的时候 总会讲一个小比喻 比喻是这样说的 这个信仰是如此的美好 就好像桌上有一条好吃的鱼 不论我怎么样介绍 怎么推广这个鱼的美味 如果你不愿意拿筷子起来吃 你就无法真正地感受到 不过如果你愿意拿筷子夹了那一口鱼来吃 你就会发现哎呀真是美味 你会深深地被吸引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听过这个比喻 不过这个比喻还有一个进阶版 那就是当你遇到害怕吃鱼肉的人 这个比喻一点也不吸引人 而且会让人闻风丧胆 什么基督信仰就跟吃鱼肉一样 那我不要了 我想这很重要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传福音的方法 不止一种 面对这个世代不同的人 什么方式能够让基督的芬芳 真实地传开 那就是一个好方法 一个方法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搞不好非常讨厌 纵使如此 每个人都有机会 用不一样的方法来传福音 最后我想 当我们要问谁是我们的灵社之前 是否先得问问我们自己 我是否在这世界真实地活着 因为我们真实地活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 我们就会在乎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 上帝所创造的人 而如此我们才会开始想传福音吗 毕竟你会发现真实地想要传福音是因为 我们希望所爱之人经历了福音的大能 是没有爱 我们根本不会在乎任何人发生了任何事情 有了爱 纵使离我们很远的人 我们也会希望看见他的生命 经历上帝的美好 我常常很喜欢问年轻人一个问题 福音是什么 是 福音就是那关乎我们生命的好消息 那个我们自己经历了美好 我们希望别人也得到 也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过 那就没有福音可以穿 很重要那绝对不会是为了交差 哎呀上帝啊 我是基督徒 我不传福音 你到时候会惩罚我 不是 还是那就像业务员拉生意说 赶快赶快 我让十个人 我让二十个人认识上帝了 哎呀我在天上机场来残跑 当然不是 传福音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因为推广 不是像直销一样 乃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希望你跟我得到一样的幸福 愿我们都成为我们周遭人的好灵社 也愿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福音朋友 有机会一个又一个的得到跟我们一样的美好的祝福 那就是福音了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愿你帮助我们 真实地看见 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个需要福音的灵社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害怕 分享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给他们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真实地希望 每一个我们所在乎的福音朋友 他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 看见认识你真好 求你帮助我们 在你的恩典里面 不害怕 有真实的爱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回应师 我们请敬拜团 弟兄姐妹 我们欢迎站起来 我们用这首回应时刻 来回应今天的 耶稣耶稣的龙美 从我彰显 表明主爱心圣结奇妙恩典 使我充满圣灵 使我纯洁心心 直到耶稣的龙美 从我彰显 我们从头来一次 愿主耶稣的龙美 从我彰显 表明主爱心圣结 奇妙恩典 使我充满圣灵 使我纯洁心心 直到耶稣的龙美 从我彰显 上眼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先为你自己祷告 你也开始在祷告的过程中 去思考 谁是你的灵舍 我们一起开口 亲爱的八天父 再一次的坚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真实的紧紧与你相连 当我们真实的与你相连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生发 真实的情感 真实的去爱 当我们有真实的爱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再也不会去问 谁是我们的灵舍了 因为我们知道 那我们所爱之人 就是我们 真心愿意他 认识你的灵舍 谢谢你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 也兼顾我们 让我们成为用生命传福音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最后再把刚刚那首歌 再唱最后一次 圆主耶稣的龙眉 从我掌线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上帝的保守 主耶稣的恩典与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特别是帮助我们 成为踏出去传扬福音的人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有需要带导的兄姐 可以到前面有墓长同工为您祷告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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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